躺在心里的那孩子 依然倔强 人生除了狗气 还是狗气 不知不觉的上海已经打工一年多了 加上四五月份那段郁闷的时间 再加上和认识了很久 但从未门面的朋友的相约 男孩得多 和一般解释 决定计划一场不一样的旅行 出去玩了 把我小心带着 这次跑得比较远 五个多小时哦 去一个四面环海的地方 终于到了 这个帅哥也是非常牛的音乐人 我们要玩有点东西 从你到 往上去直接直接搬上去 玩 搬上去玩了 我这其他的感觉 对行啊 可以 直接搬到阳台上嘛 帅帅帅帅 耶 你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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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作为一个非知名的音乐博主 一件事肯定是拍视频 偶尔回头 看一看 我跟这个朋友 也就是因为我写的这首歌 《戈尔杰的缘》 那时的我们 喜欢 望着天 也感谢线上的有缘人 帮我记录下了这段美好的时光 在心中的笑容 背着秋风吹过头 却还在原地凋望 岁月她忘了停留时光 还没完成的梦想 藏在心中的那孩子 依然倔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